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战胜各种艰难险阻 取得了新民族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 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 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实现了中华民族又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 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伟大奇迹 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升级 中共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大势 顺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 统筹推进 威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 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 如其打赢脱贫攻坚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向前迈出新的一大步 中华民族 以更加雄伟的姿态 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赢得了包括各民族党派在内的 全国各族人民的忠心拥护 历史和事件雄变地证明 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不愧为领导中国人民 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核心力量 农工党是在大革命失败后 邓衍达等革命先辈 为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 探索复兴中国革命的道路而创立 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支持和帮助下 农工党同志在历经挫折和磨难的弥漫中 看到了光明前景 在民主与独裁的斗争中 找到了正确道路 逐步做出了 由同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 到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正确历史抉择 自1930年成立以来 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 农工党始终与民族共命运 与时代同步伐 并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 想在一起 站在一起 干在一起 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 形成了爱国革命奉献的优良传统 度过了波澜壮阔的光辉岁月 今天我们要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契机 牢记合作初心 继承优良传统 永担时代使命 坚定不移地做 拥护中共共产党领导 坚持和发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捍卫者 深入践行我国新型政党制度 切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坚定不移地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促进者 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更加广泛地凝聚人心 凝聚智慧 凝聚力量 努力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 发挥更大作用 坚定不移地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实践者 把握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积极助力健康中国战略 美丽中国建设和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以实际行动 践行四星三号要求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 中共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宁心俱力 锐进取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千秋伟业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我们坚信 在以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 全党 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 不懈奋斗 一定能够夺取 进行伟大斗争 建设伟大工程 推进伟大事业 实现伟大梦想的全面胜利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更加光明的前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